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片新生的豌豆苗福田 三十年来用心照顾 让豌豆苗天天喜事罢 果然得到回馈 蘸珠间的豌豆苗不仅落成少 毛细孔也更加清澈 珠菜时有感情 我们有爱心照顾它 它只不会重复 也不会感冒 所以它会很健康 很快乐 坚持不含化学成分 或动物排泄物的陶改一号 及二号有机肥 共成为台湾有机肥的第一品牌 谁又想得到 把一件简单的事业 技术复杂化后 竟然能让不起眼的农业 如日中天 我们会追求父亲 他给我们的一个观念 认真努力地来试试这个鱼 这个蔬菜 让社会上每一位 知道的人 会有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心理 三十年的耕耘 为福田农场 累积多项专利 一切以人品为优先的蘸珠金 坚持先将事情做对 成功自然就会跟着来 他饲养出每台金五百元的 顶级血纹猪肉 两百多头猪 吃的是高级饲料 喝的是流动纯水 睡的是五星级电毯 住的更是只有医院 才会有的负压隔离宿舍 这一切只因为他 想让消费者为王 消费者以一股 意想不到的力量 正在觉醒 价格不是重点 高品质才是自胜的关键 二十年前 以榜首之姿 选择吊侠位的畜牧科 梁信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二十年后 却把自己琢磨成 炙手可热的养住状元 行业是不是热门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不能在产业中 把自己变热门 结合RFID晶片系统 提升养殖创新技术 使得信秀牧场的猪肉 同时是阿正厨房 及摩斯汉堡 唯一指定的高级食材 而猪脂生产履历制度 更让消费者 吃好更吃巧 在猪肠里边 营造大自然的环境 让我们的祖师 活得非常健康 多不用吃药物 而且没有抗生素的长流 只要懂得差异化 甚至精致化 不用丰厚背景 一样可以出头天 有这么一群人 为了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为了对大地的承诺 不计成本代价 不计个人毁育 投入大量心血 只为坚持一个 有机家园的梦想 懂得创新的红金翔 设立堆肥厂 化腐朽为神奇 以静好品牌行销 不断创新引发精神 用热情做好细节 实现不可能 当你抓住机会时 就要想办法放大自己 朋友眼中有情意 重信用的红金翔 重视朋友 广结善缘 非常在意承诺和时间 只要答应 就一定全力以赴 洪青翔于93年起 接受农委会 伴手计划辅导 开发烤甘薯 山药甘薯片 香芋片 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 虽做传统产业 却懂得运用国际行销 造就了今日的亮眼成绩 1952年出生的赖本智 是个道地的农家小孩 五年组织培养士 研究兰花的经验 竟一路与蝴蝶兰 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兰花是一个高科技产业 它比电子经验产业 更能引领入胜 赖本智将鸿海集团的经营模式 套在自己的兰花生产链上 用实验精神 为自己开创新实验 兰兰不能单凭感情 一切要以数据来证明 赖本智企业化经营台大兰园 大幅提升30%的预成率 注册兰之屋宅配行销 每月可供获8000件 设立台大观光兰园 以直销及体验方式 每年吸引9500人设参访 苏美带盆蝴蝶兰 成功将兰花产业 推向国际舞台 特别是美国市场 更结合荷兰 德国及日本业者 为行销的对象 专利本身不能带来什么 唯有符合市场的需求 创新还有商业价值 在全球化的农业竞技场上 正靠着用生命坚持的这群人 学智慧的专一 校兵力大功 每天泡在养殖池中的征戒虫 20年前长满厚茧的手 握的是井枪 现在拿的却是钉耙 为了创业的梦想 他从远景的工作退了下来 回到家乡云林 从失败中摸索 成为国内唯一养殖 马蹄阁的渔民 那是一种藏在心底的快乐 自创一套适合马蹄阁 种苗繁殖的方法 竟为针戒虫开启了一个 水产养殖的新契机 一个鲜少人能到达的境界 其实我在研发的构成当中 失败的经验 比成功的经验还多 但是就算失败 我要积极教训 抓回一把杀 就算摔跤 也要抓回一把杀的征戒虫 研发各种 以马蹄阁外壳制作的 手工艺品及艺术彩绘 将废弃物 成功地开发出附加价值 不认输的性格 造就了今日的亮眼成绩 我永远都在成功的下一秒 马上就丢掉成功 但在失败的当下 继续教训 思想往后该怎么做 点燃他人生的发电机 正是那不怕进入在失败之上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呼吸第一口新鲜空气的热情 王瑞敏在父亲的玩票副业中 意外擦出商机火花 将无患子农业 漂亮转型成生计开发公司 一场实验室里的台湾新经济 就此展开 其实无患子的开发与应用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但老的作物怎么展现出他新的生命力 我的秘诀就是翻天覆地的创意 及百分之百的执行力 六十四年制的王瑞敏 是今年神龙得主中最年轻的一位 没有显赫家事 没有丰厚主产 至胜关键 就是超强的执行力 遇到挫折 只有定下心来 彻底的想清楚方向 才是自救之道 九十二年七月 以自创品牌 打开阿嬷时代的记忆 在六十三家门市进行贩售 九十五年 无患子专业网站 更以一百五十万元的交易金额 打破潜力 当年十一月 竟以由传统农会产交班 升格为生计开发公司之实力 成为屏东美和技术学院的 气管教材 成功没有魔法 只有基本功 执着中 多了几分洒气的王瑞敏 仿佛现代阿甘 以为自己拿到了成功的门票 顶着高学历光环返乡务农 比别人早看十年 再多花十倍的功夫 是林青山带领火赫花 高飞国际的关键 若只是跟着潮流走 你就比别人慢了一步 为了让火赫花走出台湾 林青山发挥良好的外语能力 与打拼精神 92年成功开拓日本市场 93年进入欧盟 美国及中东都在他的出口计划内 林青山以创新独到的市场见解 定定积极经营目标 以先进的生产及保鲜技术 建立内外销品牌 创造火赫红不让 真的 想赶快赶上世界的脚步 成功永远是属于准备好的人 从一流到超一流 看着林青山自信的眼神 似乎下一个阶段的成功 已是指日可待 在一般的比赛中 马匹的直线加速差距不大 因此胜负的关键 就在转弯时的较量 这是现任酒儒农会理事的陈国雄先生 一路走来总是在波折中成长 在危机中转机的最佳写照 我们今天的准备和管理 就是为了命运的大风修 一路走来 不论是重年物 养蝦 戚菇 戚笔 陈国雄不是天生富有 而是在永不放弃的追梦中 撞造自己的人生剧本 日子不管多么艰苦 妻子的一路相停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老天爷都会给我们人生转弯的机会 没有人能预知他的影响性 但陈国雄的医生 就像在转弯处也不减速的马 创下台湾神龙史的一夜传奇 有一种企业 我们称之为台湾土狗型企业 他们发迹于乡间 白手起家 有的是应景求胜的精神 体力不足 我就用毅力克服 能力不足 我就用时间克服 就这样养蜂人家 蜂财馆 月上养蜂业的第一品牌 五年前 宜兰台湾省到附近 前不早春后不早店的风采馆 坚持用卖知识 来卖蜂蜜的黄东铭 改变传统销售模式 让蜂蜜销量五年内增加十六倍 只有国中毕业不懂做生意 却懂得运用体验行销 利用小学生做客源种子 口碑相传 竟带来一年八千万的生意 坚持在本土回馈乡里的黄东铭 常跟孩子说 西进不如在地上进 这个年头要成功 注重细节还不够 也注重细节中的细节才有竞争力 风采馆每个地方真的都非常的精致 将西洋产业当作文化创意产业来经营 难怪风采馆能跳脱红海 在南海中呼吸得如此均匀自在 做大不如做巧 做多不如做好 买手用心 一举打败四十二位盗窃精英的阿美族英雄 夺得第二届米王宝座 时尚米再度飘香全台 池上米真的是极瓶充的极瓶 赞 种到三十多年 林隆兴自称是最穷的农夫 没钱买农药和化学肥料 用最传统的方法种到 却种出全国冠军米 我的家住在池上乡 我种的不只是好米 是台东好山好水 即援助你的好人体 池上的五辣 一场焚风将林隆兴吹得家徒四壁 不断在错误中找机会的他 白天打零工晚上中到 一步一脚印的发现了雾农的新气机 中到没有别的方法 用心是机等精准高品质 才是唯一的出路 成功不是偶然 专注而不照进 坚守目标 按部就班的林隆兴 正是想怎么收获 就怎么栽的 人生店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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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